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客运第三高的国际航空树楼 我们每天有接近二十万名的旅客进出香港国际机场 这二十万名的旅客为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计的 And they think it's a mess and it gives a very very bad name to Hong Kong It really hurts the reputation and of course hurts every business and hurts everyone in Hong Kong 戴着神行动的旅客 快快快快快快破满 西瓜童鱼 小文字幕志愿者 低水 对外的一个行业 比如说是旅游业 还有零售业 是比较大的影响 老游 他们差不多这个月 已经没有开工 使得香港的经济的受断了 很大的损失 尤其香港的酒店业 和那个零售业 受到冲击最大 所以我也希望说 香港的社会 能够回复到平静 能够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很多内地或者外国的游客 他们就不愿意过来香港消费 因为就感觉太混乱了 然后就把那生意 拉低了差不多30%以上的营销额 生意没得做 那么跌了几成 几乎跌了 差不多跌了六、七成 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 惯常的周期性的逆转 而且今次的下行是很快 有人形容它 好像一个海啸 这样来到 现在目前唯一要做的是反抗暴力 维护法治 回复社会的秩序 当一切平静之后 真诚的对话 修补撕裂 重建社会和谐 将会开始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